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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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错 可以可以多拿一点 真的很好吃 非常不错 我去了有三粒 确实味道好 这个奶味啊 纯香 入口啊 有回味 里面呢 略带着山楂 还有点开胃的作用 我现在又饿了 其实大家对于他这个做东西好吃啊 也不必太惊讶 注意看他的报名表 是街道的烹饪大赛亚军 我一向觉得 真正啊 老百姓家能做出一道美食 那绝对是功夫 高手在民间 对 高手在民间啊 我是这个的粉丝 这个产品的 我是我们家里 现在还有好几包呢 我特别爱吃这个 但是我不太明白 你今天把这个拿上来 你这个想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会做这个吗 还是你做比别人做的好 首先这是 风筝是我最大的一个爱好 对 然后我上次第一次就看到 电视上有做这个东西 我就跟着学 然后做出来之后 我会先给我爸妈吃 他们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会分给我朋友 然后朋友都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就想带过来 也是一方面是对我一个展示 然后也可以让企业家们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情商挺高的 说说你的工作经历 大四就开始 在世界500强实习了是吗 对 对 做了一年多 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采购 其实公司福利还是蛮好 但是工作量特别的少 一天可能你三个小时 能干完一天的活 然后你让我一个刚毕业的人 在公司里面 剩下的时间上网 我也坐不住 我就主动去请辞 去找另外一家欧洲公司 你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能实现我的价值 然后如果在这个公司上班 我能给这个公司带来价值 然后公司有一定的文化氛围 然后我又能在这公司工作是愉悦的 然后跟同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就它这个状态是特别好 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不要摸鱼 因为甚至还有人说 就我工作的时间很短 或者内容很少 我的性价比很高 但其实你最后害的还是自己 没错 这段很加分 是的 然后再后来我就去了一家欧洲公司上班 欧洲上班其实上的也还不错 后面因为可能有猎头找我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香港的公司 然后我是想寻找新的挑战 因为我之前前两份工作都是采购 但因为都是很大型的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 我做采购我可能是站在高处 然后下面的别的我的供应商 他们就去销售嘛 对我服务的很好 然后我就想换个小点的公司 所以公司那时候工作就非常有挑战性的 每天工作特别的忙 一直要加班 然后当然待遇也会 待遇和收入也会比较高 我能不能刻薄地说一句 你一直在走下坡路 收入是增长的 然后工作的难度也会确实更高 公司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比一个差 但是收入一个比一个高是对不对 我不认为公司是差 就像它其实那家香港公司也比较大 只不过它不是500强旗而已 但第三个我可以发挥 我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我其实不太同意杜老师说 他是在走下坡路 因为他前面500强公司 比如你是写文案的 你就只能写文案 但如果你去一个初创公司 你要是做市场 你可能又要写文案 要做活动 要做很多的事 你可能段落空间 确实会更大一些 所以你可能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经历 他是属于愿意去尝试新的挑战 并且愿意想把自己的 多个维度的经验 都能够得到提升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哪个500强公司 不是由一群想要迎接挑战 承担责任的人 从小公司干起来的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都对 你的选择也都对 但是你要看终点 如果你要选择 未来是自己创业的 你的这条职业发展的路径是对的 没错 如果你选择的是 未来我在职场上走职业经理人 这条路的 那可能对未来你职业经理人 发展的这条路上 你的选择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大公司来 再想回大公司 中间有小公司过渡 是很难的 后期你创业选了一个 这个游戏的店主 那么这一部分 你到底收获了什么呢 以现在角度来讲 我这个创业其实失败了 因为最后放弃了嘛 然后还是给我 人生狠狠地上了一课吧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 我原来有一颗创业的心 可能真正要创业的话 成为一个企业 像在做那么成功的企业家的话 我可能能力有点不足 所以我愿意回到职场里面来 所以啊 我们这一番的探讨 是源于杜子健老师的那个发现 但是说到最后 你今天站在这就是个答案 你没有继续做游戏店老板 你还是回到了非你莫属 求职的这个原点 证明周伟判断的没错 你还是回到了职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有一个 对自己的总结特别对 你这笔学费啊 交的有点昂贵 不过没关系 我们愿意给你一个 重新来过的机会 第一环节最后 我问你一点私人的问题 好不好 不介意哈 不介意哈 还没结婚 但是有女朋友吗 目前没有 大老特别特逗的 关于特情感 他说谈恋爱必遭遇女友 走向海外留学或定居 导致至今中年未婚 所以啊 你这个特制 你应该找一家留学机构啊 你是怎么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 遇到这么多 有出国志向的女生呢 就像以前刚读书 读大学嘛 那人家女生可能成绩好 就出国也很正常 后来我就工作了嘛 工作我就 我就跟他肯奉过了 就是你不要 应该不会出国吧 就是好好的上班 上班上班上着 公司就介绍他去国外培训了 培训他 他国外培训表现非常好 又被国外的母公司给留下来了 然后再后来我都谈的是一个外国友人 他是深深深爱中国文化 那过来这边中国学习的 也觉得将来可以在中国定居的 然后他堵着堵着 后面还是觉得吃香了 又又回家了 目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要再补一刀 再补一刀 你硬片的是销售 你现在38岁了还单身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销售成功吗 就目前我从单身的角度来 我肯定是失败的 但我不觉得我对自己的销售能力 重视哦重视哦 你今天来求的是销售哦 这一块回答一定要谨慎 杜老师我替他解个围吧 有的时候销售自己 比卖公司的产品更难 对 我不是也是个例子吗 其实啊 他还是有能力的 如果我们单纯现在 站在姑娘的角度上来说 这四个姑娘都挺优秀的 能够被不错的姑娘所选择 她应该也有一些过人之处 我觉得这从情感上 对她是一个肯定 今天站在这儿 我希望你能够工作 做爱情两丰收 谢谢老师 我给你一个现场征婚的机会 我叫陈荣 我目前单身啊 我在上海 今年年纪虽然大了一点 但我依然拥有健康的身心 我平时特别喜欢锻炼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然后我还特别地孝顺 在上海这边 一般女性的地位是比 男性的地位高的 然后我也很遵守这一点 然后我在 无论以前谈恋爱 或者以后付出婚姻 老婆在家里绝对是第一位的 然后所有的家务我都会做 我现在会做各种各样的菜系 然后如果你做我的女朋友 以后做我的老婆的话 我可以保证 起码在一年内 我做的每一道菜都不会重养 太有诱惑力了 太有诱惑力了 好 谢谢 谢谢陈荣 来 各位企业家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陈荣 只灭了两盏灯 带着这样的成绩 进入到你今天的求职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今天来找的是一个销售类的岗位 对 有异象企业吗 有 杜老师的公司 见解传媒 对 还有五八同城 还有列聘 很准 三家都留了灯 希望薪酬是多少 一万五到两万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你这么多年的主要的工作的领域 是在采购的部分 其实采购是一个很专业的活 然后很多公司也都需要 怎么就突然要去做销售了呢 然后因为销售对于你来讲 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后面两家公司实际上 因为是规模偏小 然后我们的供应商 处在我们的顶端 所以我做的工作 其实跟销售有类似的 包括我之前没进入职场 可能我个人更感兴趣的也是销售 大老师能不能申请让他实战去 就是销售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卖一个猎聘的服务 给现场的boss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甲方爸爸 你能不能现场就卖一个 咱们猎聘的企业服务 可以吗 大英 我担心求职者本身 对于猎聘的产品 不是特别了解 咱们还是回到他那个店主 我还是知道 他就是应该是猎聘的公司 就帮他们的客户找到需要的 你不要拆 大卫老师正在帮你 你找一个熟悉的产品 卖什么都行 卖暖宝不都行 你卖给我们 你哪怕刚才卖那些奶球都行 不然你就卖游戏也行 你别卖游戏了 我还是就接老师的话 我就卖猎聘公司的服务吧 好 卖猎聘网的产品 给现场的企业家 来吧 我就跟吴巴同胜的段总 好 我需要 刚好需要 段总你好 我是猎聘的陈荣 是的 就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目前公司 有没有什么职位空缺 有一大堆的 我们想要招销售 因为我们猎聘是比较高端的 就是我还是想 你们这有没有什么 中层跟高层的人员需要招聘 销售总经理 销售主管 销售经理 销售员 我会先让你们看 我们的人才资料库 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我们会先筛选 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 适合你们公司的 然后你们再从里面挑 挑完之后 我会帮你去约见面试者 来到你们公司去面试 约面试者 为什么要你们约 我们约不好吗 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家专业的 做人力资源的公司 你知道 我们要什么样的销售吗 如果是基层那种 可能只有避退能力比较强的那种 那是你以为的 还是我以为的 我们经过那个市场调查出来的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我发现陈荣 我终于发现陈荣你的问题了 你知道吗 就陈荣 你整场下来 就差 就是你好像什么都懂一点点 但是就差那临门一脚 就是在这场演示里面 你最核心的 就是嘉音那边 列聘的最核心的优势 当当当当 没有列出来 前面一通的都是水话 哪家公司都会说这样的水话 陈荣 我给你个建议啊 你想面销售 你第一要知道 你要说三句话 第一件事情 我去年卖了什么 第二件事情 去年卖了多少 第三件事情 你通过什么方式卖的 其他的跟销售 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知道吗 你要面销售港 你要知道的销售起码 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比如说你讲讲 我去年开游戏店 一共卖了多少 五百万业起 其中二十万一个大单 其中四百八十万是流水 流水卖什么产品 我通过什么方式卖掉的 讲这些才叫面销售 你自己应该理理你的职业线 你到底如果是回到职场里边 你是沿着你能干的去就业 还是沿着你想挑战的 如果你想挑战 你就应该绝对充分地准备 亚远 我觉得他问题不是出在这儿 他的问题是出在判断 刚才几次三番 大老师要去救他 因为他不了解裂品 但是他不让别人救 你卖你自己接触过的东西 你了解你要知道 你要把一个专业的产品 卖给我们没那么好销售的 救你了 在这个场上面 你没有去做出明确的判断 这个是致命的 我要不要演示一下 我跟段东老师再演示一下 我是裂品的 让你看看 段总 你好 根据最近我获得的私人信息 你们公司的销售总监离职了 你怎么知道 我有朋友 你们公司 你能帮我们找到 他可能还要带走你一两个人 这是我知道的另一层信息 现在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走的话 我在阿里那里有两个伏笔 大概他们准备最近要跳槽 然后京东还有一个 恒逊还有两个 都是总监结以上的 可以马上补你这个位 而且可能带半个团队过来 你先让我看看简历 好 资料今天晚上就发过去 成了 这就知道吗 你知道杜老师是掏出了一个诱饵 一个诱饵 就说他知道 我刚好现在有个空缺 同时抛出个诱饵 那么未必 马上就跟他签合同 但是他把简历给我以后 我只要约面试 我就跟他签合同了 而且杜老师手上未必 听我说 杜老师手上未必 真的有这几个销售 对 但是他反过来 再去跟这些人说 你知道吗 吴巴现在有这么一个空缺 我脸头败 我就给你留着了 如果你来的话 你马上怎么怎么样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陈荣 陈荣你看到两位 结佳的演示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学到了 但是我觉得杜老师这里面的话 其实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猎头行业的现状 就是明明手上没有 非要说有 我觉得这种 这种职业道德上面的话 我是非常谴责的 虽然你的销售技巧 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一定是先要 以事实为根据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必须要讲的 因为你在回我的行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考察一下 求职者陈荣的职场情商课 你提出离职后 找了好多家公司 都没有面试成功 你还想回到原公司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回到原来的公司 跟老板说 我之前帮公司 完成了多少的业绩 然后我现在依然有这个能力 然后之前我 确实特别的冲动 提出了离职 我很愿意回到公司 为公司继续做服务 而且希望老板 可以既往不咎 但我肯定会更加的卖力 有一句话叫 好马不吃回头草 对不对 如果当初你离职的时候 老板没有挽留你 还好 如果老板挽留你了 然后你走了 之后你又想回来 你觉得这个场景 它可能发生吗 如果你想回去的话 借助还在公司内 并且对老板很信任的人 来帮你去讲 可能会比较好 我不同意佳音的观点 我也不赞同说 在职场上 好马不吃回头草 它这个其实这样 你还想回到原来的公司 我觉得高的情商 我说诚实就是最高的情商 找到老板 或者是找到同事 那是可以的 就告诉我 你是冲动 在外面碰壁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想回来 但是上风 我还觉得如果 就是说在找老板 和找同事的 这两个渠道中间 最直接的还是找老板 对 所以你直接的老板 为什么 其实在公司里面 像包括我们的公司 我这么多年这样 我们经常管这个现象 叫什么 叫二进宫 对吧 但这种 我们公司挺多二进宫 非常多这种现象 然后我现在的下属 也在就是 好多都回头来找我 我也接纳了好多 我原来离开 又回来的下属 其实首先是怎么判断呢 就第一呢 他对你是有一个直接的印象 因为你毕竟工作很多年 他觉得你有价值 然后呢你很坦诚 说你想回来 那我非常欢迎 然后我给他的回答就是欢迎回家 如果我觉得他真的不行的话 我就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岗位设置 所以这个东西都很客气 但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职场现象 我觉得直接表达就很好 学到了 学到了 在回答完职场情商课之后 来 各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祝贺你 陈荣 还有两盏灯为你援上 好险啊 但是很幸运 成功挺进了第三关 谈钱不伤感情 来吧 二位企业家 直接走上我们的竞产台 陈荣 你好 我这边给到的是那个资深销售顾问 我觉得给你一个机会挑战一下 然后我给到的薪酬是8K的底薪 然后再加上那个佣金的部分 就是提成的部分 达到你那个薪酬 其实还是OK的 我想知道那个 这个销售顾问 他的职场的发展这路是怎么样的 专业序列 其实你是有直级的晋升的 然后同时如果未来你想去做一些管理职能的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同时发展的 然后另外是说 在我们同道利品集团内部 我们还接受我们员工的这种 我们叫活水计划 在集团内部 每年会至少有两个窗口期 开放员工的这种转岗 好 志明 这边清零我们是做那个就是 酒店和族裔的影院房的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销售 就是我们就是给酒店提供一整套 包括音响 投影 幕布 还有一些版权 就内容 电影嘛 给到这个薪酬是6000加 这个6000是个 试用期的一个工资 正常的薪酬的话 应该是在2万到3万之间 谢谢 好 来 陈荣 在裂聘网和清零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 再见 现在开始考虑 好 时间到 所以陈荣 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会选择裂聘网 好 祝贺朱家英 也祝贺求职者陈荣 来